今段时间,女团火电少女101组合大型活动不断,逐渐走上正规发展路线,杨超越等人曾参加大型综艺明日之子信心现场,好评不断。 不过,当时孟美琪与吴轩仪因退团未曾参加该综艺,如今二人回归后也获得要求参加节目,在本月24日时,吴轩仪已参加节目,如今明日之子最新一期孟美琪也来到节目,孟美琪舞台表演明日之子为选秀节目,外部明星参加节目,则是助阵选手嘉宾夺最强场台并晋级。 在本期节目中,孟美琪与吴轩歌成为组合助阵齐晋级,二人同台演唱了周杰罗歌曲改编《我的地盘》,两人火爆热舞,燃炸全场,动感气氛十足。 不过,唯一美容不足的是在RAP部分,孟美琪出现旺词,当然山之大哥表现也非常优秀,快速调整继续完美的表演完毕。 最终,在节目五金次赛助力斯外歌成功晋级,孟美琪现场照片全场选手表演完毕及公布结果后,火箭少女孟美琪接受采访,回应了演唱中旺词说道, 我这几天祭词,特别特别的认真努力,一直想把它记住,但是可能因为时间原因,给我自己压力也大,但是我觉得没关系了,毕竟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,中在你十四外歌晋级了,就是我的目标实现了。 虽然在这个舞台留下遗憾,但我以后会用更好的舞台作品回馈大家,这样的回应,也获得了无数网友的理解,并期待孟美琪的下次,打笑,孟美琪与斯外歌舞联拍。 孟美琪与斯外歌舞联拍在节目卫生,斯外歌有60秒的发言时间,除了为未能紧急的选手加油外,更是感谢了帮助自己的孟美琪。 随后,斯外歌说道,我要打破他酷酷的外表,和我来个可爱五连拍,随后二人进行五连拍,孟美琪的各种姿势,都十分俏皮可爱,与平日里酷酷的三只大哥风格不同,令粉丝激动不已。 网友看到后,孙风评论道,三只大哥太可爱了,哈哈,这五连拍收下了,三只大哥今晚的舞台真是燃炸了,太酷了,那点瑕疵都不算什么了,三只大哥以后可以考虑走可爱路线哦。 超级期待五连拍得住啊,期待孟美琪的下次大秀,他能够自卫出道,义务能力真的是很强啊,三只大哥的舞台能力太强了,今晚表现太出色了。